好 彭夏大哥 刚刚看到国际间特别担心台海发生军事战争的同时 国际间另外一个这一个风潮是 各式各样辱华的新闻跟事件不断的发生 是的 据上一次国泰航空的那位空姐 所谓的辱华事件以后 现在呢 发生在中国南方航空的这个员工上面 但是呢场地在哪 场地在新加坡 所以这位中国南方航空的 这个在新加坡机场的地勤人员 到底是这个中国人 或者说是新加坡的华人 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 但是不论如何 这个这个案子 这个这个中国客人所投诉了什么 说这个新加坡的地勤人员 他中国这个客人问他说 我要把我的座位 由这个靠窗的改为靠走道的 那这个地勤人员跟他讲 你临时要改座位 那你要加付这个一些的 要加付一些金钱 大概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因为各位知道嘛 中国的客人在外面一向很阿爸的 这个他他不以为然 他觉得啊 为什么为什么就要付钱 一样我换个座位不行吗 对不对 但人家的规定就这个样子啊 所以在这样沟通不良状态之下 这个地勤人选择不跟他讲话了 就他一个人在那边嚷嚷 跟狗一样在那边乱叫 对不对 那么后来这个华人忍不住了 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话 结果这个新加坡的地勤人员说 我不跟狗讲话 这句话说实在 他真的是被弃击了 然后那个华人就把这个录下来 放到网络上 说这个南航的员工入华 明明是针对某一个华人的客人 结果变成叫入华 然后这个录影只有后半段 没有前半段 所以放到大陆网络上 很多人讲说 你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没有给明白交代 然后你捡到后面一段 就说他入华了 所以这个事情在大陆 也有很多的争议